再来跟各位介绍一个函数 叫Singularity Function 这一个家族的函数 我们先讲最后这一节 Singularity Function 这个讲完再回来讲前面的地方 这个家族是我们刚才在讲的函数里面出现的 Data跟Unit Step Function 除了这两个成员之后还有很多成员 它跟别有一些好玩或是特殊的性质可以拿来用 来帮助我们做分析或解释 好 那这个部分我们想要解释的是 Singularity这个中文大概翻成叫 军医 是那个美国那个 不是啊 是很习惯很特异的 那为什么很习惯很特异是 事实上在自然界不存在 是为了数学上 为了理物上操作方面 我们有这样的一组函数 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 Data Function 这个Inpose Function 跟State Function 那个部阶那个State Function 那我们等一下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一个家族 叫Singularity Function这个家族 那其实Data Function是它的0号 所以我叫做U0 那那个State Function是-1号 是-1号 它既然有0号有-1号就有1号、2号、3号、3号、K 那既然有-1号就有-2号、3号、4号、3号、4号、3号 好 那这些人是谁呢? 它都是由0号开始出发 0是Data Function 如果你把Data Function再为分 Data Function都已经很奇怪了 你再把它为分 没办法 因为我们为了操作方便 我们就把这个家族定义所 这个起义的家族定义 好 如果你再把它为分 我叫做U号 就是把Data Function为分字叫U号 那它为2次 再为1、再为1叫2号 为K字 Data Function为K字就叫K DK号 DK个家族 那因为这边定义U字定义-1 对不对? 所以如果记得的话 Data Function把它积分 就会给你Step Function OK 所以0号如果往负那边去的话 意思就是把它积分 因此 如果你把Step Function再积分 我叫-2号 再积分-3号 我这边算写的是Step Function的积分 那这边写2 其实它是相对于0号 Data Function 所以Step Function积分一次 其实等于 Data Function 可以Inpost Function积分两次 所以这边写-2 表示-2就是积两次 那意思类推-3就是Data Function积分三次 也就是Step Function积两次 那意思这样类推一下-K字就是整个积分 Data Function积分-K字 或者是Step Function积分-K减一次 好 这是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的这个加组 是 是 我们先定义它的符号 数字上可能这样去写 好 那为什么要定义这个呢 其实是 我们真的为了方便操作起见 那记得我们之前在定义那个 Data Function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是用这个Impulse Function 用这个Impulse Function 去代表 去近视 因为这个事实上比较好做到一点 虽然这个Pulse 这个Square Function 也不是 事实上可以做得出来的 好 那如果你把这两个 这个 这个 这两个Data Function的近视的函数 去做Conflusion 好 那什么叫Conflusion呢 你就回到源头的操作名 就是这个拿下来 然后 U翻转 移到这里 对 然后开始由 左至右开始慢慢跑 对不对 那你发现在这边的时候 两个乘起来基本没有 好 一直到 大概走到这里的时候 好 开始摸到边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 在这里是完全重叠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再 再往这边去 又开始 快要 欸 跑太多了 这块摸不到了 对不对 然后最后 跑走了 OK 好 那这个这样一步一步做完 你去做Conflusion 你会发现它画出来其实是 这样子 好 这边是两倍的三角形的宽度 所以一个三角形两个三角形宽度 所以 所以 我如果拿当初我们近视这个impose function 再凹出去 这两个dota的问题之后 那你得到的结果是 右边的这个三角形的 这个形式的东西 好 那如果 你让这个三角形 就是它下面那个区间 区间 区间 那你会发现这三个 大家都变成是一个impose function 就是它的 应该 对不对 我应该画的 在0 这部阶 大家都往那个0那边集中 然后变成impose OK 好 所以这边是想要告诉你一个想法 是说 就这个操作 我们好像可以得到一个方式 Data function 跟Data function做Conflusion 等于Data function 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函数 自己跟自己做Conflusion等于自己 事实上没有这个人 没有 不是没有这个人 以前你有用过就是 是1乘1等1 在成法里面就是identity 对 有一个数字是1乘1等1 其他都没有人 有没有1加1等1 没有 有没有 1除0等1 好 1除1等1 对不起 好 算我没错 好 所以有一个很好玩的这个Data function 就是 我们定义了这个Conflusion之后的那个头 为什么把它定义0号 它就是所有的源头 这个跟这个做 这个Data function跟Data 做Conflusion等于Data function 好 这是我们定义了那个Conflusion之后 我发现有这样的性质 这个东西 好 那 还有一个是我们刚才有 有有有有有讲过的 所以我们刚才这边最主要是要解释 Data function跟Data function跟Data function 做Conflusion等于Data function 那还有一个我们刚才有测试过是 任何一个讯号或任何一个 一个函数 SOP跟Data function 跟Data function跟Data function 本身 所以Data function就是有它自己 这种独特的性质 你可以说它独特的一个 你可以说它挂音 你可以说它奇特的一个 你可以说它 反正它就是源头就对了 好 那可是Data function 其实它是不存在的 我说在自然界其实 是不存在这样的函数 是为我们做这个操作上面方便 我们定义出这样的函数出来 好 那所以我刚才讲 如果掉到区间区域0 那这个 刚才这些函数都会变成是 一个InCourse function 好 那 呃 在文方程的时候 其实我们做过一件事情是 呃 比如说我解这一个 一阶的文方程 比Y比T加2Y等于SOP 那如果你今天 X of T 如果等于Data of T 你应该算不过 这单一句之后可以解出来 它就 它所得到的解释 就是Polential-2T 然后一直往上 Delay 其实就是 下面这个Client 好 那加上Initial Conjunction等于0的时候 Y of 0等于0的时候 那你会解出来就是 它的那个 Output response 就是这个 Polential-2T 然后T 这是X of 0 一定有能力 下来就解 好 那 呃 不用办法解规矫 你真的如果要做一个电路 或做一个 对啊 电路去实现 这个系统的话 那 因为我丢不去 去Impulse Conjun 我只有办法丢出去 比较近似Impulse Conjun 那个方波 刚才讲那个 那个Impulse 那因此 如果你去做实验 分别丢不同的 丢这个方波 或丢这个三角波 或丢这个方波 或丢这个方波 跟三角波的Conjun 或三角波 跟三角波的Conjun 分别做这几个 去丢进去这个 这个电路里面 那 这有四个 那 这边秀的是说 我分别用这样的一个 近似的暗数 或这个 讯号 这个方波 去丢进这个电路 所产生的效果 是怎样 那 虽然我丢进去的都不一样 我丢进这四个 方波或三角波 然后 方波或三角波的Conjun 三角波或三角波 Conjun 三角波或Conjun 这个形式丢进去 那 虽然丢进去可能都不太一样 那 这边秀的是四个不同的图 但是 当 你那个方波或三角波的 下面的区间 区迅离 就是你丢进那个讯号的 越近视频 那个Impulse Conjun的话 其实他们得到的结果都一样 比如说我刚才讲说 他们可能得到的 一开始 用不同的三角形 或是它的讯息函数 可能像 绿色的古语这样 就是 三 四种不同的 函数 或不同的 讯号 把它丢进去产生的效果都不一样 但是 如果你 你的那个 丢进去的那个 讯号的区间 有疏值的区间 越来越小的话 大家都会越来越 确信 这个 这个 这个值 这样的一个 输出的结果都变成这个 结果 这个结果也不是别人 就是理论上 你算出来的处 就是蓝色这部分 红色这部分 是 四个不同的 讯号所做成的结果 一开始 用三角波波方 方式去 丢进这个电路 只是你一直改变 那个 那个坡的 区间的 越来越小的时候 四个分为不一样 但是当TGN0的时候 大家都 大家都 逼近于那本 齐克的零号 对 就是那个 data function 跟你用理论上 算出来的 其实是一样的 好 这个是 一个简单的 一阶的 文方式 这个例子是说 那个 系数很2的时候 那你也可以做同样的时间 但是给一个 那个是 系数很20 那你马上行算出 这个应该是 data function 所以意思就是 它衰减更快 对 就是刚才这个地方 刚才这个地方 可能到1 或走到2 走到1 走到就是 它那个Decay的时间到这里 那这里会变成多少 0.2 0.5 就等于它的10倍 它衰减的速度 是它的10倍 好 所以这个是 如果你 给它 对这个系统的话 你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那我们一样用 这四个 这是一个函数 或这个讯号 Decay的系统 它分别会产生 四种不同的结果 但是当 当那个区圈 越来越小的时候 大家都会近视于 都会近视于 都会逼近 都会逼近于 那个理想的理论 那个函数的关系 所以这是有趣的地方 就是那个data function 就是 大家最后都会变成它 不管我之前 是三角形的形式 或是我是方形的形式 反正你最后 只要吃了我这个样 结果它都变成那么瘦 不是 大家都变成那个 imposed function的形式的结果 好 这是data function 为什么我把它拿来 当做那个 那个 基础的U0 因为它本身 就有这一个 这样的一个特性的 关系